还怎么拍啊 孕妇叫嚣对记者大骂 还不忘拿外套遮住旁边男子的脸 台中深夜中庆路上发生打架冲突 私人会馆六名男子还剧喝酒 因为禁酒问题发生争执 还打破酒杯 当场情绪失控爆发肢体冲突 警方派出优势吉利道昌达人 其中一名涉案男子 上衣袖子还有斑斑血迹 看起来相当吓人 在调查六名嫌犯身份时 还发现其中一人有问题 涉案的黄姓男子由侵占通勤 事发当时被其他五人狂殴 头部脚部全都有受伤 但就算送医也逃不过罚网 在警方介護下专送医院治疗后 依罚接送地检归案 而其他无名男子 依照伤害毁损妨害秩序移送侦办 记者王俊杰 卢俊杰 彭源飞 台中才放不到 就接下来 探索帝 不食欧 得点 不会